整個珠北一直在改變 讓東區跟西區結合來反轉 不只只有我們珠北 我們也需要全台灣省的好朋友 我們所有的鄉親 大家都很樂意來到珠北 我們在三年多的時間 我們總共蓋了五個公園 在市長上任後 成立一個公園班級掃貼班 像是公園打草秋田 珠北是工作管轄道路之清潔 來保持環境整體和維護 我們東區 高州路雨東 目前人口加起來是 我們整個珠北 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目前是沒有菜市場 怎麼會沒有菜市場 確定沒有菜市場 所以這一次在去年 我們就找到一塊地 那它的地點呢 就是在新隆路 跟我們自強南路的角地 這一個幾塊地 我們已經把它變成市場用地 已經變更完成 因為這塊地 是我們高速跌路局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希望 它能夠有場 不用給珠北施工所 然後珠北施工所 再來辦一個最佳預算 在今年我們希望能夠取得土地 那同時也能辦最佳預算 來做規劃設計 它本身基地有差不多一千多坪 那麼我們也希望 把整個基地 那個地下車全部開發 讓它能夠做停車場 單層一層都可以蓋到 將近七百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一樓呢 參考過蠻多的市場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有一個比較高水平的一個市場 那二樓呢 我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 美食街 或者是部分做餐廳 那三樓 我們是希望把它變成一個書城 類似跟成品 這種大的企業 來做一個結合 然後三樓再蓋一個圖書館 這個假如可以做完的話 我相信 就是讓我們東區的這些 不管年輕人也好 不管這些在地 原本在地的這些老人家也好 他們買菜就非常的方便 為什麼要去做這個 因為中華政府目前在 推動一個長照二點 我們竹北市公所呢 長期也有在做公餐祭典 那這個公餐祭典 目前在我們竹北市有七個地方 但是公餐祭典 它辦的時程 通常最多一個禮拜三天 那平常就是 正常辦是一個禮拜一天 那老人家來有一些活動 中午共餐給他們吃 現在我要推的是 日間招呼 日間招呼就是說 我們把集會所 通通拿出來活用 因為夜鄉下老人家也多 那我們也希望這些老人家 因為我自己的爸爸媽媽 一個九十歲一個九十二歲 也都年紀算蠻大的 像我們兄弟姐妹 甚至孩子都會在外面要上班 那家裡就剩下兩個老人家 那中央推的是長照ABC 施工所現在目前要配合做的是C點 所以說我們會跟A點來配合 跟B點來配合 把活動動信 從禮拜一到禮拜五開放出來 讓他去做C點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可以把老人家有一個地方 讓他能夠來跟周邊的鄰居 多交一些朋友 對 那會配合包括很多公益團 像瓷器之類的 來教他們做一些活動 包括這些老人家 日常生活用品的DIY 對 或者是唱歌啊 或者是下下棋啊 等等 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讓這些長輩能夠在一起 那我們這一次也跟我們社會處 我們李國陸理所長也討論過 我們希望未來就是說 能夠再結合幼托 這些幼托能夠結合在我們這一個區塊裡面 因為齁 竹北市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年輕人帶著太太帶著孩子 辦在竹北 他的父 他的阿公阿嬤可能在南部 可能在北部 那變成說父母親要上班 然後小朋友就是要投影給 投影中心啊等等 在地的老人家 因為他的子女 可能都在外地工作 對 所以他看到孫子時間也很少 對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假如可以把我們的集會所 把它開放出來 因為竹北現在集會所是 我們現在有三十一個李 那集會所幾乎每個李都會有 那我的目標是全部都要有 達到一個李一個集會所 對 一個李一個活動中心 或者是集會所 讓他們能夠來使用 因為竹北市他本身 休閒真的很少 所以我們在這前山計畫裡面 七個沙灘本身 我們就大概規劃 大概會有八千萬的預算 會來做整個新月沙灘的整治 因為南條天海 所以海水就往北邊 就跑來我們竹北 所以竹北在之前不久 這個整個我們的 縫紅泥燦的就被水沖走 那後來也拜託我們 第二條專局幫忙 先做一個復換起來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會用 這個是比較 沒有用到水泥的工法 因為海岸線我們希望 能夠重視環保 然後再把整個 我們現在沙灘做一個大的平台 就是鋪沙在上面 那上面未來會有 沙灘排球場 我們表演廣場 昆沙攝影的場地等等 在海邊有沒有整個種草皮 然後讓車子能夠開到上面 竹北市烏魚養殖 烏魚養殖是 品質是非常的好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今年 特別有辦了一個烏魚劑 幫我們的漁民 來推銷我們的漁產品 那漁產品裡面我剛剛講 就是在 新鮮沙灘旁邊 就是烏魚養殖區 叫巴拉昆 巴拉昆 總共的面積 總共有74公頃 也算是很大的一個 烏魚養殖生產的一個基地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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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